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就可能导致领肿变得更加严重 比如说高血糖 它会破坏你的血管壁 造成高血压和心脏疾病 然后高血脂也差不多 也会损害你的血管的阻力 也会造成高血压和其他的心脏疾病 所以大家一旦有了一高 可能会二高三高都接着来了 都有可能 那今天我们讲的重点是健康的饮食 那我们接下来对三高的饮食逐一地进行分析 先说高血压 那高血压患者的饮食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吗 高血压嘛 自然你就是不能吃太多的盐 就是钠磷子 那么就是我们每个成年人大概就是每天的 钠的就是盐的摄取量不要超过2300毫克 就大概是一茶匙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有高血压病的患者 那最好是保持在1500毫克 就是半茶匙这样子 就是最好是在家里自己煮对吧 就可以自己放少一点盐 那如果自己一定要外面去吃 就去餐馆 就点一些就是低盐的菜 或者叫他们说少放点盐 不要太重口味 对对对 然后自己如果在家里自己煮的话 那盐并不说只是在盐里面 就是很多调味料都会有放盐 比如说我们的酱油啊 然后咸鱼酱啊 然后是鱼露啊都是有盐的 还有胃精 因为胃精它有很多的骨氨酸和钠离子 所以说等于说你吃了很多胃精 也说也算是吃了很多盐 然后病人就问说那那个鸡精呢 然后鸡精其实它的前两个就是成分 就是胃精和盐 所以吃鸡精也就等于说吃了很多盐 对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加工的成品里面有很多盐 就像还有腌制的东西 就像腊肉啊香肠啊火腿啊这些都很多盐 还有一些甜品你可能想不到会有盐 因为它是甜的嘛 但是因为为了使甜的成分更甜 它们都会加一点盐 像那种饼干啊这些东西都会加点盐 所以要注意不要吃这些加工的和就是和整的食品 那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应对高血压的一些饮食的要点 那接下来谈到这个高血糖有什么样的 你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吗 我想控糖应该是一个要点了 跟刚才那个高血压不吃盐 高血糖就是尽量不要吃太甜的 那糖它有很多种 它拥有简单的碳水化物和复杂的碳水化物 像我们平时喝的饮料啊 像这些什么甜品啊都算简单的碳水化物 它会让你的血糖指数在你的身体就是指数上升 所以最好是吃一点复杂的碳水化物 那什么是复杂的碳水化物呢 主要是很多就是主食里面 就像卖全卖食品 就像卖包啊卖的面啊 还有什么糙米啊 这些都是复杂的 那豆类也有很多什么 碗豆啊青豆啊这些豆 都是很多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还有就是水果 但是水果如果你打成那个果汁的果稀的话 它会失去一些纤维素 所以尽量是吃整个的 这样就会让你的血糖水平比较 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而且水果可能还是要适量啊 吃太多可能也不太行 对这个量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能因为说它是好的碳水化物 你就可以吃很多 量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有个病人嘛 他每天就是健身房就运动一个小时 他大概走一个mile 每天就是一公里 然后在那个跑步机上面 然后他说为什么他一直都不减重啊 或者不减糖啊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走一公里 你到底消耗多少卡路里呢 你猜猜看他 差不多可能六七十 因为他每次去健身都有打卡 就是有照自拍一下 然后他我看他的照片 他每次自拍 手里都拿着一罐那个 smoothie 就是果稀啊 就是打碎的水果 然后你知道那一杯有多少卡路里吗 我的经验看可能至少有三百左右吧 对一般最少都有三四百卡路里 那他去健身房一个小时 才消耗那个六七十卡路里 但是那一杯就有三四百 摄入的反而比这个支出的要更高了 所以虽然说那个果稀啊 是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但是你的量也要控制 如果你就喝一整杯就过量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一聊应对高血脂的饮食 那我想就控制脂肪可能也是一个要点 那脂肪有分合好多种 就是比如说好的脂肪坏的脂肪 但坏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 那反式脂肪其实他在美国已经禁止使用了 反正他在包括就是这些加工的东西啊 油炸的糕点啊 但是有很多虽然说美国已经禁止 但是如果说是第五克 它其实在包装上面是不需要列出来的 所以虽然说是禁止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很多 像这些糕点里面可能都还是有反式脂肪 那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坏的脂肪就是饱和脂肪 那怎么看是饱和脂肪呢 饱和脂肪就是 它是在就常温下 它是固体 它有分动物跟植物 然后动物就是最常见的 就是牛油啊 猪油啊 黄油就一块一块的 所以啊 但植物就是中兰油和这个 就椰子油 对 其实有听说好像很多人喜欢用椰子油 是因为觉得很健康 对啊 其实并没有那么健康 有很多病人他说 喝很多椰子油会什么补脑啊什么 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个成分表 其实椰子油里面它最多的就是这个饱和脂肪 然后它含有非常少的不饱和脂肪 然后下面就说的就要说这个不饱和脂肪了 不饱和脂肪它就算是好的脂肪 不饱和脂肪它是有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 然后单不饱和脂肪是最好的 大家就记住 怎么看这个不饱和脂肪呢 就是它是在常温下是液体的 所以单不饱和脂肪就像橄榄油啊油菜籽油 这两种油是最好的 然后多不饱和脂肪就是它有分那个几种 就是它好几种就是我们身体不能自己产生 所以一定要去从食物里面得到 就包括奥米加3啊奥米加6 那奥米加3大家都知道是抗氧化的 那主要是你可以从什么深海鱼油啊 像那个深海的鱼就像沙丁啊 像那个三文鱼里面摄取 我们谈到说这个高血脂的患者 包括一些中老年的朋友 他因为要追求这个饮食方面的清淡 可能非常忌讳这些昏心 那如果要是一点昏的都不吃是否可取呢 它其实要看你怎么吃 并不是说吃素都是健康的 因为很多树里面因为你的选择性不多 很多人就是吃很多就是这些碳水化合物 就像白色的米方啊面条啊这些面包 所以这些是不是很健康的 还有就是他吃素你会缺很多营养的矿物质 像B12啊铁啊钙啊这些微量元素 还有一个就是吃素人他吃很多素食 不是有树什么树的面啊树的肉啊 这些他都是添加很多防腐剂啊 还有盐啊和糖所以不是说非常健康 所以说要看你怎么吃素个法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应对三高的饮食要点啊 包括控制盐分的摄取啊 控制碳水化合物控制脂肪的摄取啊 那大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去控制这个量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其实就是糖尿病协会他有推出一种参盘法 其实这个可以是用于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都可以 就是大概来说如果说这是你一个 一盘一盘一个盘子对或者一碗饭 就是一半是推荐说你要吃非淀粉的蔬菜 就像绿色叶子的菠菜啊什么西兰花那些都可以 反正就是蔬菜类的 然后四分之一的话你可以吃一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主食 但这个推荐说最好吃这些就是全麦食品啊或者糙米啊这些 意米啊麦片这些 尽量不要对对对 尽量不要吃白色的米饭面条和面包 因为它都是淀粉都会变成碳水化合物就是让你的血糖升高的很快 那如果说这四分之一的话最好是吃蛋白质的东西 那我们推荐是提倡是吃白色的肉 那怎么看是白肉还是红肉呢 那白色的就像鱼啊海鲜啊去皮的鸡肉都算白色的肉 然后红肉是什么呢 牛羊 对牛肉猪肉羊肉 他们看起来就像红肉 但当然也有例外就像三文鱼啊它其实红色但其实是白肉 那外加你可以加一个水果就大概一个拳头大的水果就不要太甜的 然后每天也可以吃一点点坚果大概一勺子左右 我一个病人他说他非常喜欢吃坚果他也说是非常健康 然后他就吃了一大罐 然后心脏就不行马上打电话给主要要去医院 所以就是每种东西都要适量 然后另外你可以再喝一杯牛奶呀 但是最好是低脂的或者说无脂的是最好 尽量避免全脂的 好的感谢朱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对于三高的饮食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您致电646-854-3622 百康人的医生集团在纽约的曼哈顿 布鲁克林 皇后区 史丹顿岛和长榜纳苏郡 拥有超过100家诊所 为你提供内科家庭科以及近20种的专科服务 我们的医疗质量水平在纽约市名列前茅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网站来详细了解百康人的医生信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百康人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